第38章赚钱的门路 第二天是周六 早上七点 闹钟没响 但张探依然自然醒了 窗外桑树上的资料已经响了 预示这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西长安街上有很多流动的早餐店 在这里开早餐店 租金太贵 负担不起 但人们上下班的需求很大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这种流动早餐店 摊主大部分来自城中村的早餐店 在店里做好早餐后 摆上餐车 推到大街上 张探在村里买了早餐回来 港厅里门窗紧闭 老李还没来上班 他来到二楼 刚好小刘老师开门出来 看到他愣了愣 下意识地打量了自己 又是宿面朝天 没想过会遇到张探啊 往常的这个时候 张探已经去上班了 随即想到今天是周末 哎 小刘老师都放弃了 每次遇到张探 都是宿面朝天 没有化妆的状态 要说有多土就有多土 给你和小米买了早餐 张探把买来的早餐分出两份 递给小刘老师 小刘老师没想到会有爱心早餐 受宠若惊 谢谢 谢谢 多少钱 我给你 因为小米晚上住在学园 早上在这里吃过早餐后 派出所的民警才会来接走 到了傍晚再送回来 我请你们的 这个礼拜你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应该的 其实这周是真的很辛苦 要照顾小米 不是小米不乖 而是小米小妈妈 每天晚上都会哭醒 小米还在睡吗 睡得还很香呢 昨晚她又醒来哭了 小刘老师点点头 每一晚小米都会睡着睡着 猛然醒来 哭着要妈妈 张探叹息一声 说 真是麻烦你了这一周 轮到小刘老师 留在学园照顾小米 下周换个人 因为是额外工作 所以有奖金 没有小刘老师 也很疼惜小米 才四岁就没了爸爸妈妈 多可怜啊 但累肯定是累的 晚上睡不好觉 但张探这么一关心 瞬间暖化了 她心里的那点埋怨 你吃早餐去吧 小米醒了的话 可能就没时间了 哦 好的 谢谢老板 以后叫我张探就行 目送张探上了楼 小有老师小声说道 好的 张探 回到家里 张探把早餐摆在餐桌上 洗个手 打开客厅的电视 听早间新闻 回到餐厅吃完早餐 然后收拾好 洗个澡 换好衣服 关了电视 回到书桌前 打开电脑 又看了会儿新闻 才打开桌面上的一份文档 文档名字叫广告文案 这是关于一家银行推出的 创业贷金融产品的介绍 以及对广告文案的要求 这是昨天下班时 罗明找到他 发给他的 这家银行推出了一款金融产品 叫创业贷 现在要投放一个广告 需要撰写一份文案 做班编剧用业余时间接业务 在行业里比较常见 赚外快补贴家用 不然支撑不了生活 不是每一个做班编剧 都能进入浦江电影制片厂 这样的大企业 在许多文艺公司 项目没那么多 做班编剧很多时候 只能拿基本工资 罗明前了这么多年 有自己的人脉 工作之余 接一些效益比较好的项目 这次他要跟天鱼山下 周末又要带老婆小孩去度假 没有时间 便转给了张探 稿筹是一万 文案字数在一千字左右 要求是一篇广告软文 故事型 情感类的 面向受众是年轻人 张探从没写过广告软文 特地到网上找了一些范例 其实说白了 就是写个小故事 末尾来个神转折 把广告附上 比起传统广告 这种广告软文不仅费用低廉 而且在特定群众中效果很好 网络广告软文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最早是刊登在报纸上 现在报纸上广告泛滥 读者称了看广告之余 看点新闻 已经没年轻人看了 正在被淘汰 战场转移到了网络 翻了几篇广告软文后 不知不觉翻起了娱乐新闻 直到过了将近半个小时 张探才发现自己跑偏了 赶紧把网页关了 集中注意力 想文案 周一就要交的 编故事对张探来说很简单 按照八要素 往里面填内容就行 想了不到十分钟 张探胸有成竹地下笔 第一次跟他接吻快清上的时候 他突然说等一下 我就纳闷了 他要干嘛 只见他从兜里拿出三个糖 就小熊排那种圆的草莓苹果荔枝味的 他让我挑一个 我指了一下那的荔枝的 然后问他干嘛 他什么都不说 马上撕开包装 就把那颗糖给吃了 然后点起脚尖清了上来 我俩就接吻了 全成一股荔枝味 后来他跟我说人生那么长 我没有自信能让你记住我 但是你既然喜欢吃荔枝味的糖 我只能让你记住 我和你接吻是荔枝味的 这样以后 你吃荔枝味的东西 都能想起我 现在我俩分手了 果然 每次吃荔枝味的东西 我都能想起他 终于有一天 我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那份感情 决定去找他 经多方打听才知道 他毕业后找了份稳定的工作 几年后辞职 自己开了家糖果店 小有身价 我终于有一天找到他 开口的第一句话是 还记得那次荔枝糖的味道吗 他含着泪告诉我 他一直没有忘记 不然他不会开糖果店 我突然被感动得无以复加 接着说 那你当年辞职后 创业的钱哪里来的呢 他说 我有个朋友 给我介绍了大雄银行的创业贷产品 他就是刘经理 电话138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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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创业就找他 看了一遍 改了两遍 发给了罗明 本以为罗明没这么快反馈 没想到仅仅过了十分钟不到 他就回复了信息 赞 我已经发给了对方 等待消息 当天晚上 罗明再次回复信息 对方认可了 并且直接转了一万块钱过来 玩着玩住就赚了一万块钱 为此张探晚上又给小白 开了一瓶小熊饮料 尽管这个小朋友连连白手 坚决抵制 说他没有钱 是穷光蛋 但张探豪横啊 直接开了 递给他 小白一边说这不好吧 一边滋滋滋美美的息 得知张探今天赚了钱 小白十分羡慕 委婉的咨询 能不能教教他赚钱的办法 他不赚那么多 只赚一点点 每天能买得起一瓶小熊饮料即可 他已经爱上了小熊 得知小熊牌还有香烟 他既然表示也可以试一试 张探毫不犹豫拒绝 那你就真成大哥了 第39章 新项目 新的一周 张探来到公司 浇水煮茶 等到罗明来了 写得很不错 对方很满意 罗明说的是周末写的广告软文 张探提起烧水壶 给他的保温杯倒满 笑道 比较简单 换我来就写不了 已经过了那的年纪 罗老师太谦虚了 两人聊了会儿 罗明端住保温杯走了 去了天鱼山下项目组 张探收拾一下 拎着笔记本电脑和茶杯 也去了燃灯者项目组 有个早会等住他 李岛主持 由各个环节的负责人 汇报进度 轮到张探时 张探愣了一下 说道 我这边没什么 剧本没有要修改的 李岛点点头 没说什么 开完会 张探在项目组转悠了一圈 和原画师讨论了会儿工作 慢悠悠地回到办公室 见周围人都忙上忙下 自己却像退休人士 无所失事 他坐下来 打开电脑 开始写视频脚本 更新新一期的电影解说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积累 探围观止账号的关注粉丝 已经有了15万 做的视频刚好10个 平均三天一个视频 算是很快了 就这样 还是每天被人催 最近几天晚上看片的时间 被压缩 因为小白老是带着沈流流 来看动画片 两个贼兮兮的小朋友 捏手捏脚 怕得死 却总是忍不住顶风作案 把园长阿姨的叮嘱 抛之脑后 换成小米和孟诚诚 就不敢 完美全是了什么叫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小白和沈流流多爽啊 有动画片看 有零食吃 小兄饮料喝住 小脚抖啊抖 张探准备的最新一期视频 还是解说今年年内上映的一部电影 和最早的追击者不同 这部电影口碑扑接 烂到评分只有三分 但调诡的是 票房却有四亿多 让一众看不起的人惊掉下巴 张探看过这部电影后 尾时被惊到了 见过烂片 没见过这么烂的烂片 甚至连小白和小米看的动画片 都没法比 基本的电影常识没有 更像是PPT连环画 牛逼 不过 他有一点做得很好 那就是目标受众很明确 那些骂他烂片的人没错 他确实烂 但人家根本不是拍给他们看的 他是专供他的粉丝群体看的 在这一点上 这部电影比大部分烂片厉害多了 其他的烂片是票房和口碑都扑接 人家至少票房上赚了 张探把这部电影批判了一轮 讲了缺点 最后也讲了优点 还是三点 定位明确 比一些自视甚高的导演更有水平 也不知道这么讲解 会不会又引起一波激烈讨论 甚至昭黑 跟当初解说追击者一样 办公室里一时安静下来 只有键盘敲击的声音 房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中年男人 身头往里看了看 见张探在 说道 在啊张探连忙起身 组长这是张探和罗明的上级 冯洞 浦江电影制片厂把编剧分成小组 张探所在的是第三编剧组 组长是冯洞 忙住呢 冯洞说道 打量了一下办公室 说 以前只有罗明在的时候 办公室里干巴巴的 看得难受 现在放了些花花草草 看起来舒服多了 张探笑道 我喜欢古刀这些 我们搞文字工作的 眼睛容易累 看看绿植 养眼冯洞点点头 见张探跟住站起来 便说道 坐坐 不要站住 我来时跟你说个事 张探等他先坐下后 才落座 冯洞问道 燃灯者项目那边 现在怎么样了 张探不知道组长来 是为什么事 具实说道 前两季的剧本 都已经写好了 李导也签了字 我现在在那边 其实没什么事 说自己没什么事可做 在职场是忌讳 但张探还是这么说了 因为一方面 没有项目 就没有奖金 另一方面 他现在这么年轻 正需要大量的 项目魔力提升 不能为老先衰 在这仰老 冯洞说道 李导好几次 对我夸过你 说你年轻有想法 是人才 罗明也说过好几次 他们都很肯定 你张探谦虚了几句 心里猜测 组长难道是来压担子的 冯洞继续说道 公司现在有个新项目 考虑过后 想推荐你代表我们三组 去参加张探心想果然 什么样的项目 冯洞介绍道 浦江电视台 明年将迎来50年台庆 想做一部动画片纪念 这样的要求 还真没听过 张探心想 问道 有什么要求 冯洞 浦江电视台 和我们片场关系很紧密 一直以来 都把彼此视为兄弟单位 动画是我们浦江的一张名片 所以电视台 才会选择做一部动画 要求就是 主角必须是电视台的吉祥物 末了 考验张探 你知道浦江电视台的吉祥物是什么吗 一只熊猫 琪琪张探吐口而出 心中暗暗感谢小白和刘刘 这俩小朋友 这几天在他家里 看浦江电视台的动画片 他虽然没看 但是多少会瞄几眼 正好看到电视里 总是出现一只名叫琪琪的胖乎乎小熊猫 冯栋点头道 没错 是一只叫琪琪的小熊猫 浦江电视台的要求就是 以琪琪为主角 制作一部长篇动画片 张探问道 做这部动画片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台庆 还是为了市场 冯栋说 借台庆的机会 宣传电视台张探点头表示明白 冯栋继续详细介绍 最后说道 如果你同意 那就现在要助手准备 今天周一 周三要看到故事梗概和大纲 这么好的机会 张探当然不会拒绝 周三我会准时交作业的那行 好好努力 不打扰你了 冯栋离开后 张探不禁沉思 把他刚说的话离一离 整理思路 网络上能搜到浦江电视台的吉祥物齐齐 这是一只肥嘟嘟的 憨太可居的小熊猫 让张探联想到前世看过的功夫熊猫 功夫熊猫 小白 M 张探晃晃脑脑袋 把小白甩掉 他也不知道怎么会把功夫熊猫联系到小白 两者完全不一样 小白瘦瘦小小的 鬼马精灵 完全不是憨憨的样子 回到家里 张探刚到门口 正拿钥匙开门 身后传来脚步声和嘻嘻笑声 几乎不用回头都能猜到 除了小白 不大可能是其他小朋友 张探回头 果然是他 然后眼睛瞪大 一脸巨大的猛逼 震惊到 小白你衣服呢 你光柱膀子在这乱跑 第四十张倒霉熊 小白 铜 鞋 张探无脸大声道 到小白脆声声地答道 完全没听出张探声音里的怒气 住啥子 你衣服呢 我衣服呢 问你啊 脱了腮 干嘛脱掉 赶紧穿上好不好 脏了 衣服脏了 洗了腮 小白理直气壮地嚷嚷 在张探面前晃来晃去 毫无羞羞之情 张探无语 这个小朋友没有穿上衣 光柱膀子 挺住个圆鼓鼓的小肚子 还得意非凡 你的衣服脏了 在哪里 那你也要穿件衣服出来啊 一个女孩子怎么能不穿衣服乱跑 不害羞吗 张探的话似乎让小白有些害羞了 想了想 略略略 吐舌头 一溜烟跑了 张探追上几步 问 你干嘛去 穿好了衣服再跑 晓得了 小白穿衣服去 小白一溜烟消失在楼梯口 张探不怎么放心 跟下去 见小白进了小柳老师的寝室 小柳老师的声音传出来 显然小白被发现了 竟然敢不穿衣服就乱跑 肯定要爱批评 见小柳老师在 张探才没跟过去 回到家里 过了一会儿 小白敲门来了 终于穿了衣服 但明显不是他自己的 大了许多 感觉他是来唱戏的 负责搞笑 见张探打量自己 小白得意地说 小米说我漂亮惨了 小米肯定是奉上你的 张探说道 这谁的衣服 小白换上拖鞋 进屋里 说是小柳老师给他穿的 这是小柳老师的衣服 本来是让小白在房间里待住 等衣服潜了以后 穿上再出来 但是这个小朋友 根本静不下来 尤其看到张探回来了 要来窜窜门 小柳老师无奈 才找出了一件自己的 你的衣服 为什么会弄脏 张探问 小白巴拉巴拉 说他在沙坑里摔了一跤 傍晚时分 下了一场阵雨 沙坑里灌了水 小白摔那一跤 把衣服弄脏了 不得不脱掉清洗 洗是他半条小凳子 站在水龙头下自己洗的 然后晾在了 小柳老师的寝室里 因为没有其他衣服穿 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寝室 寝室里没有电视 没有小朋友 没有绘本 没有足球 什么都没有 这让小白坐牢似的 一直在想方设法跑出来 张探回来时 恰好被他看见 于是跟在身后 发生了之前的一幕 你也是厉害 张探无奈说道 以后不能不穿衣服出来 知道吗 也太害羞了吧 小白猛猛懂懂地点头 小手在裤兜里掏啊掏 掏出来一个蒸鸡蛋 递给张探 请他吃 又是你晚饭省下来的 张探问道 小白点头 你砸小的脸 我猜的 你自己吃 我已经吃过晚饭了 吃饱了 给你吃的 大叔小白 把鸡蛋放在桌上就跑了 张探目送小白的背影 消失在门口 摇头苦笑 把这个蒸鸡蛋拿在手里 还暖暖的 心里也跟着暖起来 他找来一个袋子 装了几个小面包 一小罐小饼前 再拿了两瓶小熊饮料 来到二楼小柳老师的房门前 正要敲门 身后响起黄仪的声音 张探 张探回头 黄仪 黄仪脸上有点怪 问道 这是小柳老师的寝室 你找他吗 张探 对 我找小白 黄仪脸色更加古怪了 小白怎么会在小柳老师房间 小白要么在一楼玩闹 要么溜到院子里乱窜 真的找小白张探见黄仪脸色不对劲 补充了一句 哦 呵呵呵 你别呵呵啊 我是真的找小白 不信我找给你看 未表清白 张探敲响了房门 很快小柳老师来了开门 小白在吧 把小白叫来 谁知小柳老师说 小白不在这里啊 张探愣了愣 不是 刚刚 小白不是在你房间晾衣服吗 他侧头看向黄仪 黄仪笑了笑 笑容里满是我是过来人 我都懂的意思 然后走了 我去 小白刚才不是一直在这里待着吗 他衣服洗了 在晾前 之前没衣服穿 就一直在房间里 但是换了衣服后 就玩去了 与此同时 黄元长刚来到一楼 就看到搭肩搂背的小白 心想果然 张探在撒谎 小白明明在这里 小白 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这样勾肩搭背的 像得什么呢 小白迅速缩手 呵呵前笑 乖乖地说 知道了 小米和沈流流 也乖乖地捶手站在一旁 你这是穿的什么衣服 怎么这么大 小白立马得意地说 漂亮惨了 园长管小孩 但不是管天管的管空气 小朋友穿什么衣服 不在他的管辖范围 所以只是问了问 好奇地多看了几眼 小白目送园长阿姨离去 得意地对小米和沈流流说 园长阿姨都老是看我那 沈流流流去拍马 小白你漂亮惨了 呃呃呃呃 小白憨憨的 乐不可知 这个小朋友 真的以为自己穿了 小刘老师的衣服 就漂亮惨了 以至于逢人就介绍 炫耀他的漂亮衣裳 周三 张探终于整理好了 新项目的故事大纲 在办公室打印出来 交给冯栋沈月 就写完了 还顺利吧 冯栋问道 但凡霍张探相处过的 都夸他有才华 不然冯栋不会推荐他 代表编剧三组投稿 这几天冯栋对张探 还是比较期待的 猜测他会写个什么样的剧本 然而 当他接过薄厚事中的一叠稿纸 三个黑色大字印入眼帘 他吃了一惊 倒霉熊 白纸黑字 确实是倒霉熊三的字 彭扶不够真实 冯栋抬头看向张探 猜测会不会拿错了剧本 不然怎么会弄个倒霉熊的剧本 要知道 人家浦江电视台 是五十年台庆啊 喜气洋洋的一件事 你写个倒霉熊 骂人家呢 然而张探点了点头 击碎了冯栋的侥幸 没错 剧本没拿错 就是倒霉熊 为浦江电视台 五十年台庆准备的剧本 多年的人生阅历 让他保持脸色不变 只是嘴角有点抽搐 年轻人的毛病吗 自以为是 自视甚高 总想标新立异 他没有发作 看向张探 等待他解释 张探道 组长 虽然名字叫倒霉熊 但内容绝对是欢庆的 冯栋文言 脸色恢复正常 刚才是一下子注疾 冷静想想 张探不可能逗他玩 听了他的话 也明白了这个剧本的核心 故事大纲很简单 讲的是 琪琪从遥远的四川山林 来到浦江这座大城市 从而发生的 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 在琪琪的设定上 遵照了浦江电视台 给琪琪的基本设定 在此基础上 张探丰富和细化了许多 就像给凤杰写人物小传一样 也得琪琪写了一个 千字左右的人物小传 有他的身世 成长经历 爱好 性格 主要经历等等 这只胖胖的小熊猫 看起来恐无有力 但总是憨憨傻傻地搞砸一切 他好奇 好胜 自负得意 爱欺负人 阳光开朗 爱生活 爱钱 爱傻笑 怎么这么像痘痘 他还喜欢跳伞 跳水 登山 开车兜风 拳击 篮球 滑雪 他的绝技是咆哮 朋友还蛮多 一条小蜥蜴 一只公企鹅和他的女朋友 一只小狗 一个小男孩 张探交给冯洞看的 还有前五集剧本 每一集时常在三分钟内 剧本也不长 第一集讲的是 琪琪坐飞机跳伞 一开始各种耍帅 得意至极 当要开伞时 才发现自己忘了杯降落伞 杯在身上的是他的书包 书包里有各种零食 好不容易找到一把雨伞 靠着把雨伞勉强降落 逃过一劫 张探注意到冯洞在翻越时 随着不断往下翻越 冯洞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心里松了口气 应该可以过吧 第四十一章 你是啥子鸟 你知道吗 终于耐心看完了倒霉熊的剧本 冯洞出了口气 把剧本轻轻丢在办公桌上 往前滑了一段 到了办公桌的另一端 张探触手可及的地方 冯洞靠在老板椅上 揉了揉眼睛 侧头看向办公桌上的一株富贵竹 沉默不语 张探没有再解释 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等待组长思考 组长是老编剧 不需要他再多解释 看了前几集剧本 对整个故事和风格便了然于胸 过了会儿 冯洞转过头来 看向张探 说道 这次给项目写剧本的有八个人 每个组都会推荐一本 你这剧本一投出去 就不仅仅是代表你自己 也代表我们编剧三组 你知道吗 张探 我知道 倒霉熊是我深思熟虑过的 我觉得没问题 冯洞刚才已经想明白了 心里有主意 玄机说道 我判断不了你这剧本 到底会怎么样 有可能第一关就过不了 也有可能脱颖而出 因为太特别了 台信五十年 把吉祥物写成倒霉熊 不仅需要制片常有信心 也需要电视台那边能够接受 思想够开明 那组长您的意思是 冯洞 就拿这个交上去吧 随即又说 不然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也没其他选择 总不能我们三组不交剧本这话 彭扶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给自己下定最后决心 是啊 就算再迟疑 那又有什么用 没有其他备选方案 只能把张探的倒霉熊交上去 剧本放我这儿 我等会儿交 冯洞说道 谢谢组长张探离开后 冯洞支起身体 伸手把办公桌边缘的剧本 再次拿在手里 随意翻阅 真敢写啊 这个张探 他就不怕连我这关都过不了吗 他似乎在给自己信心 又重新看了一遍剧本 竟想优点 攒足后 站起身来 大喝了一口茶水 出了门 找到主管 交上剧本 下午两点 主管召集编剧小组长们开会 共同讨论剧本 每本剧本都被封了名字 看不到是谁写的 冯洞第一个来到会议室 座位前放了一叠稿纸 翻了翻 是这次评审的八份剧本 当他翻到倒数第二份剧本是倒霉熊时 心里一脱 有点忐忑 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待 八个编剧小组长到齐后 主管说道 再等一下 我还叫了评估小组的老刘 话音刚落 老刘就到了 人员到齐 主管又介绍了这次项目的重要性 浦江电影制片厂和浦江电视台是兄弟单位 兄弟之间庆贺 要格外用心 马总说了 这个项目我们不能赚钱 但一定要做成精品 现在你们手边有八份剧本 叫大家来就是为了讨论 最终会留下三本 再和作者谈谈 留下两本 交给电视台主管看了一下墙上的时钟 说到 大家先看剧本吧 半个小时后 我们一本本顾会议室先是吵吵闹闹 很快安静下来 众人低头看剧本 一时间只剩下纸张翻动的刷刷声 话说张探把剧本交给了冯栋 心里一直惦记这事 无心忙其他的 下午的时候 江戎过来窜门 顺带告诉他一个消息 老刘 也就是剧本评估小组的组长大爷 去审剧本了 临行前告诉他的 老刘平易近人和年轻人打成一片 告诉江龙倒是真有可能 江龙不知道张探也写了剧本竞争项目 听张探说了后 羡慕极度恨 玄机哀探自己和张探明明是同班同学 但现在他还在上小学 而张探已经大学毕业了 他决定回头找老刘聊聊 是不是放他下去锻炼锻炼 不要每次评估会都调侃他 指出一大堆的问题 张探得知下午就在评审剧本 心里痒痒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出结果 前等了一下午 眼看时钟指向了五点半 已经下班了 心想结果可能要到明天 这边冯栋的电话就打来了 喊他过去 张探知道这是出结果了 心情忐忑 来到冯栋的办公室 冯栋正站在窗前 拿着灰色保温杯喝茶 眺望楼下的车水马龙 来了 坐冯栋说道 自己却没落座 而是在窗户前走来走去 下午坐了一下午 身体疲倦 左掌张探问道 下午评审了你们的剧本 最终选了两本 由你的冯栋语调轻松地说道 丝毫看不出之前他的忐忑 张探垂在身侧的双手紧了紧 握成拳片刻松开 冯栋继续说道 明天上午九点半 你去找主管 可能是要去浦江电视台 和对方接洽 能不能最终选上 看对方的意思 你要好好准备张探点头 表示明白 公司选了两份剧本 就是为了让电视台那边 有选择的余地 可以想象 留下的另一份剧本 肯定和倒霉熊风格不一样 谢谢组长 我会准备好的 回去吧 好好努力 很不错的张探开车 到西长安街时 看到一辆小电驴 拐到了小红马学员门口 停下 车上骑着一个 西裤白衬衫的胖男人 护着一个 背七星瓢虫小书包的小女生 萌萌的 萌萌的 眼巴巴的要哭的样子 正是孟诚诚 别哭宝宝 快进去 外面热 爸爸要去工作了 孟诚诚的爸爸 温柔地给女儿 擦拭额头的汗珠 却任由自己脸上油光滑亮 白色衬衫后背 湿了一片 汽车远去 听到了城中村的地下停车场里 张探步行穿过街巷 回到学员 上楼时 特地到活动区看了看 小朋友们都在这里玩 小白在大声嚷嚷 谁要当他的小鸡仔 啥子情况 张探本来只是看一眼就走的 文言停下来 原来小朋友们又在玩老鹰抓小鸡 这回小白不是老鹰 而是老母鸡 保护小鸡仔 刚刚来到学员的孟诚诚 呆呆的一个人站在一边 小白一边招募小鸡仔 一边告诉孟诚诚 要怎么当老鹰 感情 是让孟诚诚当老鹰啊 这是想泪扁孟诚诚吗 她那么胆小呆萌 除了能抓到自己的小尾巴 还能抓到谁 你要凶巴巴的 晓得吗 小白在传授经验 不管是不是当老鹰 小孩子都要凶巴巴的 这样别人才不敢欺负她 孟诚诚呆呆地看住她 好像在看天书 晓得吗 诚诚 你说个话筛 你莫要当棒棒筛 点得头头 孟诚诚终于点了点头 眼神里怕怕的 拉住小白的衣服不放 小白把她的小手正开 鼓励道 你莫要就抓我筛 你就想吃我鸭 我是鸡妈妈 你是啥子鸟你知道吗 你是老鹰筛 他身后的小鸡仔们纷纷询问 这小老鹰也太小了 还弄不过他们这些小鸡仔呢 小白凶巴巴地回头 大声用川普说 你们这些瓜娃子 小得个馋馋 这是老鹰宝宝塞 大老鹰也是老鹰宝宝长大的 你们要大老鹰 老子就去叫园长阿姨来 园长阿姨做大老鹰 吃你们 喜不喜欢了 怕不怕了 小鸡仔们瞬间安静了 接着又叽叽喳喳 但再也没哪只质疑 孟诚诚这只小老鹰太小了 张探看得好笑 肚子饿 先回房 做晚饭吃 第四十二章选择 这一晚本来是更新探 为官纸账号的 但是为了准备明天的面谈 张探只能压火 小白这一晚 竟然没有来窜门 玩老鹰抓小鸡玩疯了 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 孟诚诚尿床了 是孟诚诚尿床了 不是小白 孟诚诚被小白抓去当老鹰 费了老鼻子劲 抓不到任何一只小鸡仔 小鸡仔都被小白 护得严严实实 就孟诚诚 完全不是对手 要不是小白放水 出卖身后的小鸡仔 孟诚诚要抓到第二天早上 小朋友玩嗨了 尿了床 厉害啊 小白这个家伙倒是好好的 估计也是累了 今晚没有赖在阅读区看绘本 而是和小朋友们一起上床睡觉觉 张探第二天一上班 就有工作人员通知他 九点半到会议室 主管找 他照常给花花草草浇了水 泡了茶 喝了一杯 才稳稳地来到会议室里 推门进去 已经坐了一个人 背对住他 正低头在翻阅资料 听到门开的声音 回头看来 和张探四目相对 多愣了愣 张探率先反应过来 点头笑道 你好许剑对面作者的正是许剑 之前和张探一起争取过 燃灯者项目 许剑表情恶然 心里涌上一股莫名的滋味 仔细分辨 细细品味 察觉出这是热了狗的感觉 有一种很不妙的预感 怎么会在这里遇到张探 他问到 张探 没想到是你 倒霉熊是你写的 他扬了杨手里的资料 正是工作人员刚发的剧本 包括张探的倒霉熊 和他自己的一份 是啊 另外一本是你写的吧 张探说道 许剑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事成 燃灯者做完了 怎么又成竞争关系 是想双杀吗 过分了吧 许剑不甘心地问 对了 你燃灯者做完了 编剧部分结束了 张探说道 许剑心不在焉地 霍张探闲聊 想到手里的倒霉熊 这本剧本的构思 和他的完全不一样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不知道电视台的老板们 会喜欢哪种风格 想到这是电视台五十年台庆 应该没谁会选倒霉熊吧 多不吉利 风格不大 许剑信心恢复了不少 没一会儿 编剧部的主管来了 和他们聊了聊剧本的事 接着又请来了 制片厂动漫事业部的部长 杨森林 走吧才说了几句 杨森林就叫大家走 主管这才告诉张探和许剑 接下来要去浦江电视台 见对方的负责人 浦江电影制片厂 和浦江电视台同属国企 都有浦江市宣传部主管 两者同在静安区 一刻钟的车程 同行的除了张探和许剑 编剧主管 动漫事业部的部长 还有公关部部长 和一名动漫导演 公司派了车 送大家过去 到了电视台楼下 有人早已等住 上前确认后 便带人进了电梯 来到16楼 进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 货站货做了6个人 有男有女 做主位的是一个女的 看起来不超过30岁 听了介绍后 才知道这是电视台这边 负责这个动画项目的负责人 杨森林称呼他为王总监 部长他们显然认识对方 谈笑风生 张探和许剑对视一眼 两人都是对情况一无所知 感觉像是来凑数的 直到寒暄结束 坐下来后 双方介绍与会的人 对面的人才对张探和许剑说 幸会幸会 有才有才 两份剧本昨晚已经发给了对方 所以他们都是看过的 当杨森林询问王总监 两份剧本中有没有重义的时 张探不禁提起了心 许剑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 打开一份空白文档 手指悬在键盘上 静静地看着对方 似乎准备记下对方的话 都很好 王总监笑道 张探立刻看到许剑在文档上乱按了几个字母 LPGH 玄机又删了 尤其是倒霉熊 王总监说道 看了看张探 杨森林也侧头看了他一眼 许剑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打 没用力 没有字出来 杨森林说道 那要不这样 让张探和许剑讲讲剧本 王总你们听听编剧的想法 好做选择 王总监说道 好杨森林玄机让张探先来介绍 同时主管起身 从包里拿出打印装订好的剧本 分发给对面的人 许剑健壮 连忙起身去帮忙 张探起身 王总监说 不用站住 坐着讲就行了 站着声音大一点 张探说道 开始介绍倒霉熊的构思 他讲完后是许剑 之后对方询问了一些问题 有关于倒霉熊的 也有关于许剑的 奇奇真奇妙 我们讨论一下 王总监说道 好 请便王总监带着他的人 离开会议室 到隔壁间办公室商量 大家的意见呢 他问道 两份剧本都不错 可以从中选一本 大家都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 确实不错 王总监又问 那两本中选哪一本 大家都说说 我觉得奇奇真奇妙 更符合我们的需要 我也是倾向于 奇奇真奇妙 奇奇真奇妙 倒霉熊很有意思 但风险大 奇奇真奇妙 如果不是用于台庆 我会选倒霉熊六个人 除了王总监 其他人都倾向于 奇奇真奇妙 王总监沉默 一时没有说话 十多分钟后 王总监带人回到会议室 杨森林问道 王总 选好了吗 选好了许剑 关掉网页 又调出了那份空白文档 眼睛看住电脑屏幕 手指悬在键盘上 等待记录什么 张探描了一眼 许剑的文档 一个字没有 旋即看向王总监 他奇而短发 一套淡蓝色的女士西装 给人很利落的印象 倒霉熊 他说道 我们选择倒霉熊 杨森林的目光 越过低头 死死盯住屏幕的许剑 落在张探身上 目光有些意外 更多的是石头落地 对他来说 不管是倒霉熊 还是奇奇真奇妙 都是制片厂的剧本 选哪一本都没关系 只要选了就行 最重要的是 拿下这个项目 现场最失落的 要数许剑 张探 后续的剧本 你要抓紧时间 一定要用心 我可是压了你 王总监半开玩笑道 刚才其他人选择的 奇奇真奇妙 就他倾向于倒霉熊 一定不让您失望 张探保证道 第43章我愿意 张探拿下了 浦江电视台的台庆项目 动漫事业部的主管 立刻督办成立项目组 随行的导演力量 接手整个项目 张探是编剧 首先有两件大事摆在眼前 一是确定项目组成员 搭建班底 二是剧本快点搞起来 张探提交的剧本 是故事大纲 人物设定和前五集的剧情 后续的还没写呢 现在既然已经确定 倒霉熊 那么后续的剧本 必须尽快确定 不然整个项目运转不起来 和天于山下 燃灯者不同 前者主编是罗明 后者是漫画改编 而倒霉熊的主编 现在是张探 内容完全是原创 张探写倒霉熊 参考了前世看过的那部 但是剧情根本不记得 只是知道有这么故事设定 所以现在后续的剧情 必须自己原创 编剧主管让张探 尽快搭建编剧小组 成员任他挑 只要他能说动 回到办公室 又被冯冻叫去 冯冻的意思是 必须优先从编剧三组挑人 这叫肥水不留外人田 倒霉熊是小剧场时的动画 每一集的剧情比较独立 之间没有太深的联系 就是一个个零碎的小故事 借助倒霉熊串成一条线 要保证没一集的笑料 张探肯定需要帮手 一个人想破脑袋也办不到 我想找四个人 其中一个想邀请许剑 张探说道 许剑不是编剧三组的 不符合组长的要求 另外三个 我到组里挑逢动诧异地看住他 说许剑不是这次 和你一起竞争的那的吗 你们一起去了电视台 他能答应你 张探 试试看吧 许剑写的奇奇真奇妙 风格虽然和倒霉熊截然不同 但有一点相同 那就是都在幽默路线 张探看过他的剧本 很幽默有趣 来写倒霉熊不存在问题 冯栋想了一下 同意了 只要你能说服他 从组长的办公室出来 发现罗明回来了 正在翻看倒霉熊的剧本 见他回来 高兴地说 刚听到消息 恭喜你啊张探 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快 他之前不知道张探参与了电视台的项目竞争 是中午传出消息 说编剧三组的新人张探 拿下了公司的一个重点项目 有人就说是罗明的助理 罗明这才知道 匆匆赶回办公室了解情况 这几天你一直没回来 我也就没说 自己都没信心 以为只是凑个数 没想到中了张探解释道 罗明笑道 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就是高兴 知道你能起来的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我同样光荣 自己曾经的项目助理 越做越出色 他同样脸上有光 你竟然还擅长写幽默剧本 和我了解的你很不一样 张探笑道 不是说每个人内心深处 都有逗笔的一面吗 写倒霉熊也是完成一个心愿 要成立编剧小组吧 一个人写这么长的剧 不说累 点子首先不够 三个臭皮酱抵个诸葛亮 得要人 你要胆子大点 向组长要人 已经确定了建筑 会安排五个人 加上我 那好啊 有人选了吗 还没呢 有推荐的吗 张探来的时间还是太短 这些编剧又经常跟组 不在一起办公 到现在还没认全三组的编剧们呢 对他们的特点更无从知晓 罗明想了想 说 风格上 倒有几个人选 刘石和贾玉玲蛮合适的 你可以问问他们 张探迅速在脑海里 想起这两人 刘石也是个年轻人 进入浦江电影制片厂三年 贾玉玲年纪大些 三十多岁了 在这里干了十多年 是个老编剧 他和这两人都没打过交道 不过这不要紧 罗明和张探聊了许久 直到被人叫走 张探刚坐下来 刘大文来了 没别的事 他听说张探拿下了公司的一个大项目 来恭喜道贺的 本来想请你给凤姐编的出身 现在看来你肯定没时间了 算了 我自己来吧 和你们这些编剧待了这么久 耳濡目染 我也强了 对了 今天给你看的新的手办 凤姐的妹妹 刘大文沉迷于女性手办娃娃 张探甚至不恶意的猜想 他一定收藏了充气娃娃 送走刘大文后 张探走楼梯 溜达到八楼 找到剧本评估小组的组长老刘 老刘老摸深算 见他来 笑呵呵的先说 来挖人的吧 看上谁了 张探把一罐茶叶 放到老刘办公桌上 笑道 今年刚摘的新茶 庐山云雾 您尝尝老刘喜欢喝茶 好啊 一罐茶 一个人 你挑一个吧 我想要姜荣 果然 姜荣性格活泼跳脱 鬼点子多 很适合参与倒霉熊的编剧组 老刘拿起桌上的电话 又放下 算了 我去叫他把他起身 拉开办公室的门 朝外面喊道 姜荣 过来不远处 响起姜荣的声音 来了 很快推门进来 老大 什么是吩咐 咦 张探 你怎么也在 老刘忙着当场试试 张探送来的庐山云雾 让张探自己和姜荣说 我愿意 张探 我愿意听了张探的话 姜荣毫不犹豫 斩钉截铁 眼神无比的坚定 感觉下一步就是换戒指 老刘文言 无奈地摇摇头 这些小朋友一个个恨不得插翅离开这里 让他这个组长情何以堪 怎么住也要扭捏几下 让他再赚一罐茶叶 从老刘的办公室出来 张探吓一跳 外头聚了许多人 你们这是 众人起嘴巴舌说起 张探 听说你拿下了电视台的项目 这是真的吗 好厉害 剧名叫什么 下班之后 姜荣请吃饭 说要感谢张探的知遇之恩 刚得知张探用一罐茶叶就把他要了走 又决定和他拼命 讨个说法 同行的还有何超等人 吃了饭 一行人去了唱歌 姜荣终于如愿以偿 几次邀请张探唱歌都没能如愿 姜荣唱歌真不错 张探也不差 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两人和唱了一首男女对唱曲目 哎呦我去 请代驾开车回到小红马学园 繁华喧闹的西长安街边 这里却一片安静 小红马学园里灯火通明 院子里的大树上不知道藏了多少只了 在余热中咿咿呀呀弹唱 树下的角落里 不知名的小虫子也不甘寂寞 这一切反而让学园显得更加安静 心也静 夜色已深 过了十点 小朋友们结束了今晚的活动 都乖乖地回了寝室准备睡觉 张探刚准备上楼 看到小白站在教室门口 一手拿住绘本 一手朝他招呼 招财猫似的 用他那极具特色的川普招呼道 第44章 诚诚你不要哭 你大晚上又不睡觉 张探问道 小白 百龙门阵塞 张探没听懂 什么意思 小白换个说法 吹垮垮张探更不明白了 百龙门阵还多少听过 只是不知道意思而已 这个吹垮垮完全不懂 小白叹口气 恨铁不成钢的那种 他那暴脾气啊 瞬间暴躁的小奶音响起 挨压就是聊天熬 接着嘀咕了一句哈宝 张探委屈地说 找我聊天你还这么大声 还吼我小白文言 想到自己对不聪明的人缺乏耐心 呵呵前笑 大叔 你要好好学习塞 这么大的人还不好好学习 连小朋友说的话都听不懂 诚诚那个瓜娃子都能听懂 当然 小白只会剪好的对比 他的川普也就呆呆的梦诚诚能听懂 调皮捣蛋的沈溜溜 反而一问三不知 需要翻译 张探是没想到 刚在公司那么牛逼哄哄的 一回学员 竟然被一个四岁半的小孩子吼了 还被要求加强学习 这是在质疑他的学习能力吗 都这么晚了 还摆什么龙门阵 上楼睡觉去说着 捉住小白 要把他带走 小白连忙扒拉教室的大门 不肯走 嚷嚷 住啥子 住啥子塞 大叔 你想拉个吗 张探无语 让他去睡觉 搞得跟赶小猪进猪卷似的 想到这个小朋友经常晚上不睡觉 到处游荡 张探便不再勉强 既然你不愿意去睡觉 那我走了 太晚了 我不和你摆龙门阵了 小白一步一驱 跟在他身后 大叔 你今天干啥子去了 今天我和罗子康 那个刮娃子吵架了 我赢了哈 呃呃呃 罗子康为什么总是刮兮兮的 大叔 你吃茫茫了吗 说到吃饭 小白想起什么 呼啸着一溜烟跑了 当张探打开房门时 风风火火的小白同学 恰好赶了来 怀里多了那个鱼堵玻璃瓶 大叔 你看看我的强项塞 现保时的把鱼堵玻璃瓶 递给张探 你的蜜剑吃完了 这什么在里面 张探仔细打量 是一只知了 呃呃呃哈 小白又笑成呃叫 一只懒扇子 是小白抓到的呢 哈 这是我的强项塞 懒扇子就是知了 张探和小白进了家 关上门 打开空调 你抓的 你又爬树了 小白赶紧摇头 他被严令禁止爬树 这命令不是张探下的 张探下了跟梅下一样 起不到威慑作用 是黄仪亲自吓的 只有黄仪能震慑他 小柳老师都差了一截 蓝伞子掉在地上 我抓到的 我厉害吧 小白得意地说 张探随口夸了几句 心里想得确实 玻璃瓶刚装了蜜剑 接着就装之了 以前还装过蜻蜓 蚯蚓 金龟子 蚊子 怎么就这么喜欢抓小昆虫吗 张探给小白打开电视 让他自己坐沙发上看 他去洗澡 身上出了汗 黏糊糊的难受 小白正经微作 双手抱着鱼堵玻璃瓶 发誓道 大叔你去搓澡走吧 小白不会偷你家东西的 张探无语 打开冰箱 给小白开了一瓶小熊饮料 插上吸管 递给他 说 我当然知道你不会偷 你是个好孩子吗 喝着 我去洗澡了 虽然眼睛 粘在小熊饮料瓶身上 但是小白客套道 这不好吧 张探塞他怀里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 说道 我今天赚了钱 请你小白顺手接住 美滋滋的眉飞色舞 玄机羡慕道 大叔你又赚钱了 赚钱是你的强项塞 马马虎虎 我就是比较优秀而已 张探进了卫生间 小白左看右看上看 沙发底下也看了看 没看到有别的人 玄机美滋滋的窝在沙发上 抱着小熊饮料 眼睛盯着电视上的动画片 心情好得不得了 小脚情不自禁地抖啊抖 一边小口小口吸饮料 一边哼哼唧唧唱了起来 唐僧骑马东纳的东 后面跟住个孙悟空 当张探从预示出来时 小白已经唱到了 老妖婆 真正坏 骗过唐僧和八怪 他没发现张探出来了 唱得正起劲呢 完全沉浸在自己唱的故事里 唱什么呢这是 张探问道 突如其来的声音 把小白吓得一哆嗦 馋馋 吓我一跳塞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原谅你了 小熊真好喝 美滋滋 这是我奶奶教我的 你想学吗 小白可以教你 张探感兴趣地说道 你唱给我听听 小白深吸一口 灌了一肚子小熊饮料 从沙发上站起来 挺直腰杆子 煞有介事地说唱道 唐僧骑马东纳的东 后面跟住个孙悟空 孙悟空 跑得快 后面跟住个猪八怪 唱完了 小白毫不客气地问道 Longer吗 你相信剑是我的强项了吧 厉害厉害 真是你的强项啊 张探夸奖道 唱得是真不错 韵律很好 听得很有感觉 被他一夸 小白又呃呃呃笑 张探让他又唱了两首 曲目是他自己选的 选的都是什么啊 一首是跳泥坑 一首是我爱蹦蹦跳 歌选的不怎么样 但是唱得真的很好 张探觉得这可能 真是小白的强项 大叔 你夸我一顿塞 夸了我我就走了 张探夸了他一顿 小白笑够了之后 立刻起身挥手告别 拜 说走就走 毫不停留 不再做话吗 大叔 你是高高八 拜 明年见 是明天见吧 要的要的 你的玻璃瓶忘了拿 蓝伞子送给你的塞 谢谢你的小熊 我莫有钱钱 送我心爱的蓝伞子给你咯 小白挥挥小手 毫不拖泥带水 真的走了 张探拿着鱼堵玻璃瓶 看住里面的枝了 我要这个钱吗 要不要放了 如果放了 小白会不会哭 小白没哭 晚上十一点 梦澄澄趴在小床上 音音音哭了起来 每晚这个点 他会准时醒来 因为这是爸爸来接他的时间点 久而久之 他已经养成了生物中 抱点就醒来 无需老实提醒 但是 今天他醒来后 没看到爸爸 等了一会儿 还是不见人 忍不住就哭了 小白从一楼游荡到二楼 发现孟澄澄在哭 便留下来安慰他 像个大姐姐似的 十一点半 孟澄澄的爸爸还是没到 小白的舅妈到了 接他回家 小白不放心澄澄 让舅妈等等 澄澄的爸爸到了后 他们再回家 马兰花忙活了一天 已经很累了 只想早点回家睡觉 拉着他走 等等塞 等等澄澄的爸爸塞 小白大声求情 双脚钉在地上 想赖着不走 但人小力气弱 被拖着走 脚步亮亮呛呛 早点回家 多累啊 等等塞 等等澄澄的爸爸塞 他快来了 等个锤子 你个刮娃子 一天到晚瞎操心 我咋子成刮娃子了 你不刮娃子 谁是刮娃子 罗子康才是刮娃子 你也是 鬼魅日眼的宝气 我哪里宝气了 气得我冒鬼火 屁儿养了娃 敢顶嘴 信不信 要你屁儿开花花 哎 梦澄澄 哭得更大声了 小白被拉到寝室门口 见澄澄望住他这边 哭得好伤心 连忙挥手说 澄澄拜拜 明年见哦 再让你当小老鹰 好不好塞 你莫哭了 你爸爸来了 我都看到他了 小白你回家吧 我会照顾澄澄的 说话的是学员里 年纪最大的小男孩 八岁的江冰 小白已经走远了 声音远远地飘过来 要得要得 谢谢你哦